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新期的动漫皮诺槽 我是大皮啊 首先呢依然是来看看这个火星的各种资讯啊 自从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 科技发展呢在这短短的20年里 那真的能说是一天换一个样啊 曾经小的时候嘛我就想过 你说能不能写作业的时候脑袋一想啊 那笔呢就自己能动 吃饭的时候呢那思绪一动啊 筷子就自动把饭菜夹起来送到嘴里 直到后来呢我接触了一些作品才明白 这他妈不就是预见术吗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种东西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啊 就在最近呢一名在2004年呢 因为交通事故呢是瘫痪的33岁男子 在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帮助下 进行了呢使用脑电波游玩 最终幻想十四游戏的这个实验啊 原理呢就是在这位的大脑上 按一个芯片通过脑电波让他控制游戏操作 不是我说这也太牛逼了吧啊 现在你说你能控制游戏 那你以后你就能控制加用电器 汽车飞机甚至火箭 那指定了日后真就赛博朋克2077了 总之呢这希望我还能活着看到那天吧 最近呢日本一位一科大学的教授啊 清水充全呢接受到采访 在采访的时候呢被记者问了个问题啊 那就是呢在名侦探柯南中 让柯南变小的药啊 APTX4869在现实里究竟有没有机会 这个做出来 而这位教授呢做出了很官方的解释 说了一大堆就是让外行人一听 就很不明觉厉的名词 然后呢得出的结论是 理论上来说是能实现的啊 但是呢以目前的技术来说呢 是基本没戏 在未来呢应该是有一丢丢的可能实现 这个说实在的啊 这话你说这个没说没多大区别啊 但是呢万一又是真有一天 这技术发明出来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身体组织细胞啥的 你可以缩小啊 大脑砸整 那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呢啊 智力水平 你是又得从六岁重来一遍 还有像柯南这种 就是突发情况变小的 身体里的非细胞物质 比如说没消化的食物 和乙消化的食物 你说以六岁的器官的容量 那不得撑爆了吗 最近呢日本媒体报道啊 一名25岁的北九州男性呢 因为沉迷游戏 导致了妻离子散 具体情况呢 就是这个男的结婚比较早啊 19岁呢就结了婚 后来呢就有了俩小孩 某一天呢 他突然接触了一款 就社交游戏 玩上之后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啊 于是呢就开始疯狂冲钱 结果呢把存款都给充没了 据当事人表明啊 自己之所以如此沉迷的原因呢 是因为能在游戏中呢 与人交流 为了呢能跟上游戏中 大家的成长嘛 就通过客机呢 来提高的能力 对于在现实中 和人没有什么交际的自己来说呢 在游戏中呢 和不同地方呢 不同年龄的玩家交流呢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于是呢 他媳妇就是忍无可忍啊 再加上呢 因为游戏而引发的争讨 越来越多 于是呢老婆孩 哎就都跑了 说实话啊 对于游戏充钱这种事呢 大家都知道啊 要节制 要适当 但是呢 真要到了关键时刻呢 总有上头的时候 那今天的问题就来了啊 你是如何看待 在游戏中充钱的问题呢 你会在什么类型的游戏中充钱呢 你觉得充多少合适呢 欢迎在大部分评论中 积极讨论啊 好的 又到了本周的新翻吐槽环节了啊 首先呢 就是一部在十月口碑爆炸的动画 《动物狂想曲》 事实证明啊 动画好不好看呢 跟主角是人还是动物 没有半毛钱关系 本片呢 讲出了在 食肉动物跟食草动物共存的世界里 一不知道是谁的食肉动物呢 打破了规则 吃了一头神兽 草泥马 使众兽呢 陷入了恐慌 因此在动物社会中 引发的一系列连锁事件 而既然是动物社会啊 那本片中出场的动物呢 自然是多种多样 比如啊 出场角色呢 就有诸如大灰囊 小兔鸡 大脑斧 大西鸡 小松株 没发怒等诸多动物啊 但是呢 虽说剧中角色都是动物啊 其实本质上呢 还是以动物的形象 和一些寓意呢 来讲人类的故事 目前为止啊 本片确实是向观众证明了 他的确是担当得起 这么多人给他自来水 如果要一句话形容一下 这部片子呢 就是裤裆里放鞭炮 屌炸了 我感觉呢 全片最亮眼的地方 就是其对于各个环节 气氛的把控 音效 光线 镜头语言这些点呢 完美的组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啊 酣畅里里 又意犹未尽的感觉 通俗点来讲呢 就是有那味儿了啊 而且呢 每个角色给人的感觉 也是非常之鲜明 比如啊 男主角雷格西呢 虽然是一头嗜血猎手 但是呢 却有着跟祖安人 截然相反的儒雅 随和式人格 兔子春呢 看似放浪行孩 却有自己的一种处置方式 不过呢 我还是得说一句 你跟大灰狼搞这个 那你是真不怕 一步到位 两步顶沸 三步天灵盖洗碎啊 还有呢 自傲又自卑的 公路路易 坦坦荡荡的老虎比尔等呢 都有在背景环境下 成长后的 属于自己的独有性格 或者你也可以 把他们比作是 现实中存在的 那么几类人嘛 而这些不同性格 食肉食草动物 价值观的碰撞呢 那真是异常精彩呀 再配合上动画呢 屌的不行的制作 那真就不是 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了 对于此片呢 我相信看过的观众 绝大多数呢 都会给他一个 很好的评价 虽然在十月翻里 不一定是最叫做的动画 但绝对是口碑 最好的一部片子 非常值得一看 这个勇者明明超强 却过分慎重 在很久很久以前 动漫作品中的女神 给我们的印象呢 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而在之后呢 女神给我们的印象 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十月 女神她就变成了 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 OK老姐 以后你就是女神界 新进的表情包之王了 老话说的好 文无第一 无无第二 今天这位 就用自己的强悍实力 给各位年轻的女神 上了一课 看智障也就出一阵 真要招表情包 那还得看这位 什么叫国际女神呢 再说回本片 本片主要讲的 就是因为 神界女神开考核大会 身为女神的女主 丽丝达 分到了一个 贼拿的意见副本 为了打这个副本 那就召唤了个 贼牛逼的日本用者 也就是男主 龙公怨圣灾 所以名字都透露出 一股独一无二的 龙奥田气息 至于全片看点 标题里写的清清楚楚 男主已经不能用 谨慎或者 稳子一逼来形容了 就前两集的内容 可以这么概括 哈哈没想到吧 爷是伴猪吃老虎 哈哈没想到吧 爷也是伴猪吃老虎 哈哈没想到吧 爷还是伴猪吃老虎 哈哈没想到吧 爷才是真正的伴猪吃老虎 禁止套娃好吧 而且呢 懂得补刀的主角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会鞭尸的主角 杀个史莱姆 都得大个十几二十遍的 你瞅瞅 这是人干的事吗 但是呢 最劲爆的 还是这一集的明场景 这一集呢 为了阻击魔王干部派来的 一万不死军团呢 男主呢 便打算遇风而起 火速前往消灭敌人 但无奈啊 女主利斯达呢 虽然也能飞啊 但速度呢 还是远不及开来外挂的男主 于是呢 男主不管三七二十一 拽着女主一顿狂楼 于是呢 就有了以下场景 目前这段啊 网站版本呢 是打了一大片马赛克 但是呢 原版马赛克 只是整了个尾典打员呢 所以呢 看起来视觉冲击极其强烈 就好比呢 俩热水带 或者死气球 在那左甩右甩 端的是横看成岭 侧城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呢 当然呢 待男主赶到现场之后呢 面对一万的亡灵大军 虽说能解决 但是呢 还是有点吃力的啊 用了一招天外飞仙灭敌 败加一招天外飞仙补刀 事成之后呢 也是消耗不小 感觉身体呢 一阵虚多 并表示 不是不是不是 大哥 你这可就过分了啊 你这 就跟手机还剩90多的电 管人借充电宝 弹夹里还剩388子弹 硬要换个弹 掉了两滴血就在那喊 我需要治疗啊 这些恶劣行为一毛一样啊 你这 行啊 你牛逼啊 我服了啊 如果说 最近有啥动画里的神奇剧情 能气死个人 那当然 首推本季度刀剑神域的第四集 本集啊 可以说是用一整集的笔墨 整出来了一个 就单纯是个死变态的反派 真的 我就整不明白啊 为啥刀剑神域里的反派 一个个都那么牛逼 都他妈是从小缺盖 长大缺爱的主 变态起来 那是一个比一个狠 从某场经验开始啊 你看一个个都是什么玩意儿 精神洁癖患者 大骰逼 变态杀人狂 裸体痴女AI 第一部里的某场经验 在这些人里 简直就是他妈小清心啊 等到了这一步 那直接就是24K煮变态 都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给撕洗碎 但这不但给撕洗碎 还撕完网上吐了一口 黄中带绿 娇年娇年的大农坛 恶不恶心啊 你说人家小两口啊 刚出场就定了终身了 咱也能看出来 那后背呢 骑叉的就跟唱戏似的 行的早晚得领喝饭吧 但是没想到啊 这么快下一集就来了 你然后呢 就安排这个大妹子 来了个送卡操作 你说送就送吧 还非得整一出 反派小时候惨无人道的作案剧情 就是为了表达一下 这位是个老变态 完事呢 还让人临死也不留个全时 不是你说有必要吗 我明白 虽然这位呢 早晚得让童老爷一刀童子 但是目前这段剧情 除了表明这位 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以外 屁作用都没有 也没推动激情 也没给角色什么 带来成长之类的 反而呢 还把观众给恶你够跳 T2D反派弄死人的理由呢 就是啊 人没了脑袋就没法活 所以人的灵魂 应该也在脑袋里的某个地方 于是呢 就把锥子捅着脑袋里 验证了一下 我靠兄弟 你还能再牛逼点吗 那照这么说 你有脑袋的时候能拉屎 把你脑袋砍了 你就拉不出屎了 所以你脑袋里装的 全是屎呗 咱们不是不能理解 反派作恶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你好歹 让他有个理由 或者达成个目的吧 就单纯的想体现 对反派有多操戴 让他后期被主角暴揍的时候 看得爽 那也有不少 不恶心观众的方法 而且你说说 就这个法子 刀剑神语 用了多少次了 你不嫌逆 我都嫌逆了 兄弟 十几之灵第四季 本季度的十几之灵 讲的就是连队十几 打鬼附的后半部分 在这你又能看到 一万种把人衣服 给吃没了的菜 但是目前为止 老实说 对于一个从第一季 一直看到现在的观众来说 本季度的料理对决 还是有点换汤不换药 尤其是联合起来 打十节这段记性 说实在的 真就是又臭又长 具体流程就是做菜 吃暴衣 再撒步骤 来回循环 完了还遵学一个 先生菜必输的定论 谁输谁赢 你说一目了然 而唯一有进步的 就是吃完菜的幻觉 更加浮夸了 真正做到了 厨房如战场的境界 估计呢 这季度的内容吧 能把后边的 黑暗料理界给做出来 话说美食番 真的一定要整一个 不好好做菜的组织 跟主角团对着干嘛 总之呢 本季度的十几之零 我还是比较想看 后边黑暗料理界的内容 那希望早点演到那儿吧 好了 现在是大家最期待的提问环节 首先是这位叫咸鱼形成喵的观众问 问一下有没有像银之石一样 励志的青春或日常戏漫画或动画 有 这个银之石第二季嘛 之后呢 是这个舰长你给我吃了什么 这观众说 大皮 我亲妈把我老婆给洗了 现在不仅掉伞了 软棉的触感也变得皱皱皱皱巴巴的了 我是该先心疼老婆了 还是先吐槽洗漱方法不对 还是吐槽质量太差 哎 节哀顺便啊 你妈能把你老婆洗了 就证明婆媳关系不太容下 建一离婚 下一个呢是历刃所指帝国边疆 这位观众说 大皮有没有受到曼德拉效应的影响 一些认知呢产生了错误 或不我就受到了影响 感觉很诡异啊 在这呢 先说明一下 曼德拉效应呢 就是指大众啊 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呢 与史实不符 举个例子来说啊 就是这个爱我中华的歌词啊 请问第一句是啥 很多人呢 一直都认为是这个56个民族 56枝花 但实际上呢 无论你翻什么时候的资料 它显示的真正歌词呢 都是56个星座56枝花 或者呢 是很多人都觉得已经发生过的事啊 又发生了一遍 例如呢 演员无马的这个趋势时间嘛 这个呢 就是曼德拉效应 至于我嘛 当然也有了啊 在这呢 先说明一下啊 曼德拉效应呢 就是指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与史实不符 举个例子来说呢 就是爱我中华的歌词 请问第一句是啥 很多人呢 一直都认为是56个民族 56枝花 但实际上呢 无论你翻什么时候的资料呢 都是显示的真正歌词呢 都是56个星座56枝花 或者呢 是很多人都觉得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呢 又发生了一遍 例如呢 演员的无马的趋势时间 这个呢 就是曼德拉效应啊 好的啊 那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了啊 依然呢 希望各位呢 多多评论私信 参与节目互动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